Hello,大家好,我是mighty 今天就講一下如何快速扭到你的氣球公仔 當你懂得扭波的時候 你會告訴朋友你懂得扭波 當朋友、小朋友開生日會的時候 就可能叫你幫幫忙 但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因為生日會實在太多小朋友 那怎麼辦呢? 我又不是扭得很快 我們就要想一個方法 如何快速扭波 就像我一樣 其實我是一個Valunatist 我會去小朋友生日會扭氣球 小朋友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要做這些不同的卡通人物 又或者他只是很簡單 要一些刀、槍等 最難的部分 並不是你要怎樣去做那個氣球 或者怎樣扭 因為扭這個部分 其實你應該知道怎樣做的 你也只是需要練習一下 扭快速一點 熟習一點 但是最長的部分 其實是很多顏色 因為你吹波一定會比你扭的 那不如現在就用一個三眼仔 來講一下怎樣可以容易一些 和快速一點 首先大家都已經知道三眼仔是怎樣做的話 那我就不詳細講了 因為很多人都已經懂得做的 第一我就會很記得怎樣做 所以我就不會去想 到底我下一個步驟做些什麼 第二樣東西就是 其實我已經扭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知道大小長短是什麼呢 那我就發覺三眼仔 其實你的臉不可以太長的 你一定要記得 第二就是基本功這些 就是你三眼仔的三角形 你就一定要拉到旁邊 令到它變成一個田子 好 那些朋友可能扭三眼仔的時候 吹氣已經預備了這個 究竟有多長 就不需要再撕開它 但是呢 我就不會特意去 預計它有多長 我會撕開它 用回這個部分 所以你懂得撕波 是一個很快速的方法 因為你不需要再用剪刀 所以你一撕開 撕了之後 然後幫另外一邊綁回阿倫 那我又預備了一個頭 然後很快速就拿眼睛 第二樣東西就是 你已經很熟習這個東西 怎樣做 你知道眼睛只是很短的 你就不要吹很長 如果不是一樣 都會花很多時間 你看到我一撕開它 那我就可以綁回 那我就做了一個頭部 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想 其實三眼仔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些可能是一個很複雜的身體 有些可能是很簡單的身體 一個長型波波 兩個紅耳結 然後一個長型波波 兩個橫形結 兩個橫形結 是它的角來的 然後翻上去 做一個長型波波 下回來 又想回去 剩下這一邊 一樣長的手部 綁回那些 然後找一邊比較漂亮的 做前面正面 那我自己習慣呢 就會用這個 觸角的部分 這個呢 就會穿過 頭 這個部分 穿過去 就會綁回到紅耳結 那裡 就完成了這個三眼仔 的部分 那當然 你再複雜 可以再用綠色 你做手部 亦都可以 加上一個腰帶 給它 但是呢 這個其實 都可能有點耐 因為手部 會走出來 亦都 步驟會多些 那你都可以考慮 另一件事 就是考慮 另一個款式 譬如好像 這個款式 可以看完 用 做手部 就有些 有些 也 都可以 很高 這樣 做手部 做手部 可以 做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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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简单用上次Y人的方法 就做了个身体 但是我们就用这个260去做 同样地用那个波波 我们也成为了一个花蛮仔 会比较Q一点 因为头大身小 甚至我们可以用上刚才那一条波波 边做两个长形波波 顶头这个位置可以加红易捷 或者就像我这样翘上去就可以了 接着就像乎龟一样 一二三四四个波波 就已经成为了它的分体了 就是很简单放进去 那你又成为另一款三眼仔 所以你只要改变了身体 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甚至乎因为三眼仔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做的头部 但是可能有些其他卡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头部 而身体也是很复杂的 例如好像巴斯光年那样 那你就可以考虑做一架飞机给它 而令到这件质情更加有趣 和你会更加快速做到那件作品 例如我做的飞机 就是圆形波波幻形捷 长形波波 将两个对接扭回来这个波波 然后中间分开一半 再中间分开一半 再中间分开一半 扎回来的时候 用这个原本中间卡住它的尾巴 就卡住这个 后面这个尾巴就做红烟结 那我就做了一个飞机的分体 那我就做了一个飞机的分体 然后我机翼的部分和分体的部分一起做 很简单做两个红烟结 接着一个长形波波 小小长就可以了 接着做一个大的环形 可以用尾巴的波波卡住它 然后把它一分为二 这个就是翼的部分 我们把它穿过去 这个中间 刚才中间的部分在这里扎回来 我完成了这样 接着我可以用黄色尾巴的部分 现在我就告诉你们 如何去扎回来 如果你这个波是完全没有吹过的 你就把它放在手指上 然后用指甲和这个波平排 这样放进去 然后向前扯一两下 其实它就会拔出来 你懂得这样撕波的 就会容易很多 接着我们只要个尾巴 做两个小红烟结 做两个小红烟结 将它放在飞机的前面 然后完成了一架飞机 只要你把头放在这里 它就有一个坐飞机的三环仔 现在完成了 再次烟机的三环仔 完成了 现在完成了 这个三环仔 临变花玩之一 三眼睛 剛才大家看不清楚怎樣去蚊子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近一點看 好了,我們放在帽子上面的打鈴,接著將手指按下去 按了下去之後,就向這個打鈴來拉長 再用拚斷它,再做一次 放上來,按著用指甲 然後拉長 拉到一次就不行 兩次 兩次不行就再拉多一次 其實就應該會這樣斷得到 好 接著如果球是漲的話 那怎樣呢 首先第一我會按扁的球 但不是把氣壓到這樣 都是漲的 按扁去 然後碰住 很快地前後 這樣搓 它就應該會 爆的了 因為現在我反轉了 就比較難做些 那你前後搓就會很容易爆的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又或者是我圓了這個 向這個這樣拉 這樣它都可以爆的 那最重要的是 不要一次過放 如果它很像一次過放 有機會就會爆了 那就是這樣 撕爆這球